这个男人是天煞孤星 他比柯南还狠 他走哪哪死人 其因是引起车祸 醒来后 他拦下路边车辆求助 可是这车就像喝酒了一样 不仅没停 还扭扭歪歪的开到路边草坪里去了 劳力觉得很奇怪 他走过去一看 车主竟然翻起白眼死了 劳力赶紧打电话报警 可当警察询问他的名字时 劳力发现自己失忆了 他掏出身份证 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利亚姆 这时一只乌鸦掉落在车顶 也翻白眼死了 劳力觉得怪瘆人的 他离开公路一直往前倒 终于让他找到了一间餐馆 劳力推开门 里面的人全死了 和公路上遇到的尸体一样 翻着白眼 他们都是突然间死的 餐馆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一辆车撞翻了外面的桌椅 然后再没动静 劳力跑出去看 司机也死了 他害怕的不行 赶紧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 捂住口鼻 他怀疑空气中有毒 劳力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 找到了自己家 进屋后他再松了口气 这时新闻也开始报道 路边尸体的消息 大家都怀疑是生物武器 或者空气污染 劳力赶紧把屋里的窗户都封好 邻居却在外面修理托拉机 劳力猛敲窗户 穿着牌子 劈醒都快回家 没想到邻居却误以为 劳力在喊自己过去 刚走到一半 邻居就暴避身亡了 劳力很迷惑 路边的乌鸦 一直叫个本地团死 但乌鸦为什么还活着呢 劳力突然意识到 有毒的可能不是空气 而是自己 他决定做个实验 他走出屋子 慢慢地朝乌鸦的方向走去 一步两步 本来叫得正欢的乌鸦 突然暴毙了 真相太残忍 劳力傻眼了 等振作过来 他把毛巾扔在地上做标记 然后从屋里拿出卷尺 开始测量自己到乌鸦的距离 刚好是15米 他在屋外四周拉了一条警戒线 有车辆经过时 他就赶紧躲回院子 免得上气无辜 这里的连换杀人案 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专家也正式拍出空气污染的谣言 不久后 警察来这里查案 劳力躲了起来 正当警察要走进住宅时 一排乌鸦从天落下 整齐地死在了那九年前 警察不敢再往里走了 劳力逃过了一劫 他躲在离马路最远的小木屋生活 没想到半夜 突然有人来访 劳力不敢引门 只让外面的人快走 隔了好一会儿 劳力才敢开门 女人竟然还在 他说 自己和劳力在同一辆车上出了车祸 而且他也失忆了 他是根据车牌号找到劳力家的 他想进劳力家里找回自己的记忆 劳力不敢相信他 但奇怪的是 这女人一点事都没有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暴毙 脚边的小狗也还火奔弯跳的 带着疑惑 劳力跟女人一起回了住宅 在屋里 女人察觉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而劳力脑里突然闪过了几个记忆片段 女人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两人决定先往车祸现场 寻找真相 这对男女车祸后被雷劈了 附近只留下一个被烧焦的原型吞坑 男人被吓了诅咒 距离他15米内的活物都会死去 只有和他一起出车祸的女人能解除诅咒 女人在他身边的时候 诅咒就会失效 但他们不是情侣 只是一起出过车祸的关系 简一点都不相信劳力说的话 他甚至觉得男人疯了 这时一位女警驾车驶过 他认出了劳力是犯罪嫌疑人 当劳力去应付警察时 简抬嘴就走了 当他走出了15米 女警跑毙了 看着简一脸惊恐的眼神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杀人 劳力带他来到了郊外 旁边有只小鹿 劳力让简慢慢往外走 刚离开15米范围 鹿开始翻白眼 死了 简终于相信了劳力 之后两人一起去的医院 劳力假装车祸失忆 去做了个脑部CK扫描 他怀疑自己身上有死亡射线 但是检查结果却没有任何异常 简在医院突然看到了警察 原来新闻正播报警官意外死亡的消息 劳力上了通缉令 两人赶紧跑了 简却在医院的通告栏上 看到了自己的寻人启示 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一根记忆 但劳力已经进了电梯 电梯门还刚好关上 他们的距离一旦超过15米 周围的人都会上了微信 简赶紧跑楼梯去找人 而劳力则在电梯门再次开启的时候 把所有人都赶出了电梯 简爬了十几层楼梯 终于与劳力会合了 他们离开医院继续逃亡 简在广播里听到了一个男人在找自己 男人自证守他的丈夫 在通缉令上看到了他 简决定去找丈夫 高清自己身上发生了事 见面后 丈夫却对老力的存在刚刚于怀 他认为简被老力威胁了 无论简怎么解释 丈夫都想报警 直到老力做了一个实验 他让男人看向横梁上的飞鸟 老力和简往相反的方向走 鸟死了 丈夫终于信了 为了躲避警察 丈夫把他们藏在仓库里 简又看见了寻人启示 在丈夫的解释下 他才知道自己竟然有个双胞胎姐姐 而姐姐已经失踪了一年了 简很伤心 为了找到姐姐 他一直在镇上各处招贴寻人寝室 夫妻俩甚至还为此吵架 上一周 他们吵得很激烈 简气的离家出走 而丈夫以为他会像以前那样 几天后就回来 结果再得到简的消息时 妻子已经成了通缉犯 这时简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了一些记忆 离家后 他想要自杀 而老力把他救了下来 之后 他们一起上了那辆花生车或个打卡车 知道老力救了自己后 他很感激老力 而且为了消除诅咒 他们在家里也一直形影不离 两人幸福的模样刺激到了丈夫 丈夫心里很难受 妻子变了 甚至连口味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 终于有一天 老力还说 要带简独自去一个地方 丈夫心里起了忌妒 他报警了 在警官来之前 他想带简走 但是来不及了 警察已经来到了门口 老力被捕了 这个男人是个杀人无数的变态 却被一个天雷劈成了一个好人 他不想害人 可是靠近他的人都会死 就这样 他作为一个杀人犯 被警察通缉了 可是没人把他的话放心上 时间引到 警官直接翻白眼倒地身亡 围观群众也纷纷倒下 老力很痛苦 他又杀人了 他赶紧去找简 想离开这里 只有简能抑制他身上的死亡魔咒 而简的丈夫也终于相信了老力 他自愿留在家里 帮他们向警方解释 两人再次踏上了逃亡之旅 老力根据脑海里仅存的记忆 带着简去了郊外的小魔朵舱 老力很痛苦 只要他身上的诅咒还在一天 简就会被他连累一天 他决定出门散心 简却在屋里翻到了老力的日记 上面记载了很多年轻女子的信息 直到简在本子上看到了自己姐姐的名字 他在恍然大悟 这是一本死亡笔记 老力是个连环杀人犯 而他的姐姐已经命丧黄泉 这时 他脑里突然浮现出车祸那晚的记忆 日记本在往后翻 最后一页就写着他的名字 另一边 老力也感到一阵眩晕 他想起了所有记忆 他在一年前杀死了简的姐姐 直到简来复仇 老力就将其救济 想把简也杀掉 却被简识破了 两人在车内起了争执 打刀中车祸了 简从车里逃了出来 老力却像死神一样盯着他 两人即将迎来一场血战 这时却天降巨雷 一个原型玻璃罩拢住了他们 闪电消失后 他们迟疑了 两人明明是仇人 却被这场意外事故捆绑在一起 还生出了不一样的倾诉 简拿着猎枪 想给姐姐和死去的女孩报仇 却下不了手 他把老力比进水中 因为那些死去的女孩 都被沉入了水底 但到了最后 简还是无法亲手去杀死他 他明白 失忆后的老力根本没做过凡事 或许人情本善 老力在拥有杀人能力后 却一直为了不杀人而奔逃 他们走回木屋 屋外却蹲守了三个混混 他们在路上认出了老力是通缉犯 想把他抓回去领赏金 在交涉中 老力找机会逃出了包围圈 他想施展自己的死亡魅力 但简不想杀人 老力只好停住脚步 但是混混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们 老力往前走了几步 眼前的混混立即暴斃身亡 简趁机跑了出去 却被剩下的混混一枪打伤 最后一个混混也死了 简伤得很严重 老力连忙开车送他去医院 他看着简被慢慢推进手术室 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变远 他的诅咒会害死这医院里的所有人 而简也会因为没有及时抢救而死 在视线的余光里 简看见老力举起了枪 没有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这下世界终于安静了 人性本善 一个坏人被雷劈成了好人 其他人却因他而死 最终他只能引担自尽 给喜欢的女孩留下一个希望